我们打一下这里 哇 这网就打得好 这有一条大鱼的 昨天那个大人他说有个三十斤的鱼 这两位就打得到 没撑网就没动静 没整到 还要再来一网 再来一网 肯定架到上面了 又是肯定有 这个鱼曾经呢 鱼曾经呢 他躲到哪里不知道 没有 我可以搅拌的 刚才在那里没搭到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有一个人怎么说它是不会用这个网 就是我慢慢地我要掌握到方法了 就是这个位置一定要留这么长 留个十个公辉嘛 这里 然后你再这样你下去 它就好撒了 这边就是这样子要均匀一点 它这里这样雷里再往起来 它就成功一半 现在我们开始撒 比如说你在打那个位置 把这个网要这样 绕一下到这里来 再过去 差不多就打开了 其实这个网我还采用了机制 现在打得不太远 但是也打得开了 如果有机的话也可能也打得到了 打到了 金的 看到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其实还跑那一条 其实还跑那一条 我刚才看到这下面还跑那一条出去 这怎么是小核花里 这点是小核花里 刚才上面那个团是有一条 最少有三四斤 它们已经看得过了 但是没打到 取得的话你这样 你直接不要直接取 你把这个弄上来 它就自己掉了 看 看 我这匹网的网也很大的 一般那个暗凉一下的鱼 它是打不了的 它直接从这里露出去了 我们到这里试一下 这个桥底下 这个桥底下 虽然我们打到七八条地鱼上 你可以从这桥上打一网下去吗 这个可以试一下 从这里打下去我们挑战一下 因为这个绳子 我已经减去一半了 其实我这个网的 新网的话 这个绳子很长的 有二十米长了 我们减去十米了 所以要是从这里扔下去的话 这个绳子不能套在这个手上 要不要等一下把人都拉下去了 所以这个里面打的话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再出一下这个散网车 就是这个位置 这里留十公分 十到十五公分 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 一 二 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它 这里先搞均匀 然后直接把它 放在这里要弄紧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就拿到 这个时候就跟在这里 拿到这里 然后这样提的话 让它很平心 如果你没有离好的话 它有一边勾一边低的 在这边来 好 现在就是转这个牌子 这个手就拿到这里了 这样 如果你打半边的话 你就这样 放在这边 然后散出去的时候 就转这个牌子 这样 算 你看 是不是 挑战成功 这样绳子要是太长了的话 你就离那个网 就要多一点时间 但是如果你要打这么远 你打这么伸的地方 打来就不行 但是我还是喜欢用这个 长度的绳子 因为这样你离完的时候 你这样伸完的时候 你快很多了 要不然你把那个绳子 点起来就要好久了 不要打这个什么东西啊 上去 上去 这个这是鱼线的 而且这是三五的线 要是你们钓过鱼的 应该知道三五的线 有多拿 然后像这个 这也是 十字线的 这个更大了 就非常困固的 这个网 我的竹子里面有了 这个鱼线的网衣 它就下水快 你们千万不要买那个零态线的 那个零态线的话 它下水太慢了 那个网虽然是便宜 但是跟这个还没法比的 今天就打到一条鱼啊 那个鱼货 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看了 谢谢大家